大家好 我录制一段视频 最近呢 在互联网上 在群众各界 对这个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特别是关于这个国家主席 政府主席的这个任期 不受限制这一年 纷纷的提出了各方各别的意见 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骚弄 但是呢 应该说从2017年9月29号 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开始要求修改这个宪法 这样做对还是错呢 这样做是对的 也就是大家可以数一下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 对吧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到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 一共有几个呢 他这一条龙有多 有几个呢 范长龙没有被处理了 有几个呢 有七个 等会合起来是七 合起来是七 他这部宪法 修改这部宪法 他主要提出了三点 第一点 也就是说 在过去 现在和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 可能存在着终身制的领导人 也可能没有 第二点 他就是过去呢 他引而不发 几十年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写 八十年 八十年 几十年不把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到宪法中 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成为合法政党 这会把他明确写入到信号 这算是一种注册 第三点呢 他就是加上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对习近平反腐 以及进行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的 必然的一个总结 一个铺垫 也就是说 他必须立起一面旗帜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法党观 到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 正好是七个理论 正好是七个理论 所以说这次宪法的修改 应该是既有宪法的完结篇 也就是说 一开始 从毛泽东的时代 有一个开篇之作 这是中华人民国宪法第一版 到现在呢 是第七次修改 也就是说是这部宪法的完结篇 也就是说这部宪法就应该从历史这个时代的车轮中 滚滚红身中落幕了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那么这个新的时代呢 将是以过去改革开放 特别是从1972年我出生以后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为基础 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以后 可能要重新草拟一个新的宪法 也就是既有的宪法 就包括毛泽东到习近平这个整个这条范城 这条长龙的理论体系长龙的这个彻底的完结 要开成一个新的时代 要彻底的确立一个新的宪法 甚至可能要彻底的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意味着可能要改朝换代 是吧 那么这个法律呢 这个宪法经过七次修改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这一套体制 机制 这一套国家制度 你这个宪法确立的这套国家制度 体系 以及现在行的这套体制 是一个什么体制呢 是一个大拟不到 七一军往上的体制 也就是说 为什么是七次修改呢 因为这部宪法有七军之队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毛泽东主席啊 在1945年与蒋介石会谈的时候 重庆谈法有曾经谈出过一首诗 叫《沁传春学》 他最后说的很清楚 聚王仪属风流人物 黄看金兆 聚数还 以务朝 也就是说 他最后要向朝廷解释这件事情 要把应该还给朝廷的东西 还给朝廷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 呃 那个 呃 卧虎藏龙一样 那把锋利的宝剑 一开始在周润发手中 后来被张子怡所盗 啊 周润发交给了清朝的王爷 对吧 王呢被张子怡所盗 胡作非为最后辅助了很多 献血和生命的代价 那张子怡呢 他自杀了 王这把宝剑又回到了这个清朝王爷的手中 王后 像那个什么周润发演那个角色命没了 后来那个杨子雄演角色的退出江湖了 就基本上跟卧虎藏龙那部电影是一样的 这叫以物朝拘束还 这个里头跟预言所说的也 基本上一样 就原必英难肇事之物 对于这个共产党呢 是赵家人 他们基本上是 只能拿到自己应该肇事嘛 他应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其他的都要还给人家 他不能独吞 这就牵涉到中国现在财产的状况 尤其是在中国的海外 斯诺东公布的时候 有30万亿美元的这个 四方钱 实际上可能不止 你高达可能高达44万到45万亿美金 也就说 经过1954年 50年54年确定这部宪法 到现在七次修改 说明这个国家犯有什么罪呢 犯有欺君之罪 犯有欺君之罪 武逆往上 大逆不道 那么 加上这三点之后呢 这就三七开 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结论和了断 这叫完结片 那么要开创一个新的宪法 和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我今天录制这段视频就说 这段事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现在习近平 他无论是从经济改革 体制改革 也就是说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军事改革 他已经全面的走进了死胡同 他没有出入 也就是说 确立一部新的宪法 确立一个新的宪法 甚至确立一个新的国家 更甚至的 要把孙中山及其所属的民进党 国民党共产党彻底解算 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所以这次宪法修改 是一个历史的终结 是一个句号 而不意味着 可能会再出现一个真的终身制的领导人 并不是意味着这个 他只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 就像一个 这摆着一部宪法就算和偏了 这不是一个什么宪法呢 是一个无逆犯上 大逆不当 犯有七军之队的宪法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畸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畸形儿 为什么是个畸形儿呢 它是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共和政体 大家都知道 民主共和政体和君主专制 和君主立宪制政体是不能共存的 是无法共存的 你要么是民主共和政体 要么你是君主立宪政体 要么你是君主专制政体 那么现在在中国同样存在的 同时存在了这三种政体 那么说明这个政体 是有严重问题的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 就是说它已经到了完结的时候 那么这次宪法修改 就承认 等于从政治上承认 这件事是谁干的 中国共产党干的 它犯有什么罪 它有欺君之罪 是吧 那么这要开始 你开创一个一部 确定一部新的宪法 一个新的国家 甚至可能民进党 国民党 共产党 同时从历史舞台上退出了 一个新的时代 就要来临到中国 中华民族的 上 这个 这个生活中 那么太阳就要燃燃升起了 所以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习近平在2017年9月27号 9月29号召开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确立了在19代一二三中全会以后 两会的过程中开始修改宪法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决定 我们不要以阴暗的心理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一次从08年开始 上层建筑结构改革以来 这次政治运动中 经过中华中国人民亲身的体验 特别是改革开放1972年以后 经过这40多年真正的经济的发展 和对中国对世界的广泛接触的体验之后 已经可以深刻的看到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军事体制 都已经完全无法适合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需要 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所以正好在这时候修改宪法 作为一个完结篇 作为一个有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这是必然的 就像人借了公安局牌的左一样 来你教他问题吧 你先把这问题说清楚 这个宪法修改就把这事说清楚了 怎么这脑袋瓜子想什么呢 想了这七种方法 这叫七种武器 是吧 原来那个 是古龙的 那个陆小凤是吧 七种武器 五小小说是吧 七种武器 好 王公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为了生活 哪三点呢 谁干的呢 共产党干的 对吧 不要什么 共产党干的 你这里出了什么问题啊 有人赖在那一辈子不下去 犯了重大错误 那么怎么办呢 开放个新时代吧 就有了一切结束吧 三七开 所以这个历史结论是非常 必要的 那么 这要充分的意味着 我的心态比较阳光 我认为太阳就要燃燃升级了 一个新的国家 一个新的时代 甚至可能 从以三位基础的新的政党体系 可能就要产生了 我是保持着乐观的情绪 因为我知道 无论从政治 经济 军事 共产党已经走出了死胡同 他已经没有出路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解散 解散 承认自己的罪行 欺君之对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